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研读圣经 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是免费送给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来信向我索取 好你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我们言归正算了 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主题是神迹奇事 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讲到了 医病和行异能的区别了 并且是着重的看了 医病的这方面的恩赐 耶稣在他的三年多的侍奉当中 医病占的比重是最高的 后来他的门徒也继续了 当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他复活的大能就透过他们而医治患病的 并且叫死人复活 赶出污鬼 那今天我们首先继续来看一些新约里头的有关的例证 当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 他就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八到九节经文说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又说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全饼 能赶出污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跟着在第十章的第八节 主耶稣就说了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洁净 把污鬼赶出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主吩咐门徒 要去做这些事情了 主也同样吩咐 凡相信他的人 去承担同样的责任 那只是有些时候啊 我们不愿意去承担罢了 奉主的名 我们有医治的权柄 和赶鬼的能力 那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 这些权柄呢 当然了 如果不是圣灵的能力 保罗和门徒 都不能做这些事的 有些时候 我们做一件事 却不一定能够意识到 我们在做 这往往还做得很好 我们不一定意识在做什么 往往做得还不错 人家称赞 事实上啊 我们常常在做完了一件事之后 才恍然大悟 自己所做的是怎么样的回事哦 这也是神真正的使用我们 迈开步伐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会像他使用昔日的门徒一样的 使用今天的信徒 好了 现在我们接着下来谈谈 行义能 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七到十二节经文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出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这个地方提到了行义能的恩赐 是圣灵显在人身上行的 也就是说了 他只能在神的掌管控制底下 才能够做成了 没有人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 去行义能神迹的 所谓行义能就是把圣灵超自然的能力 彰显出来 因此呢 这是神的工作 是神所赐下的能力 透过圣灵彰显出来的 行义能当然是指神的大能了 因为圣经上每次使用到这个词的时候 总是广泛的指示 并不是特别指某一个事件的 那比方说啊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第五十四节 住在拿撒勒的人 在耶稣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 对他的行为进行了一番的评价 经文说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你看到了 耶稣家乡的人 惊讶耶稣的智慧和他所行的异能歧视 他们就问了 哎呀 到底耶稣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们知道啊 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耐呢 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二十二节当中 我们看见彼得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耶稣说了 彼得说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到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歧视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全能的神 借着三方面来替耶稣的生活和工作做见证 就是异能 歧视和神迹 那我们注意了啊 是借着我们所见的异能 歧视和神迹来证实耶稣的 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那就是犹太人呢 是常常要求看神迹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说 犹太人是要神迹 西里尼人是求智慧 那如果有自称为先知而不行神迹的 犹太人就不会承认他的 换句话说啊 他们只承认接受那些会行神迹的人是先知 他们认为啊 这样才能够证明那个人是从神而来的 他所传的是神的信息 那因此只有那些有属灵的能力显出来 给犹太人看的先知 才会被证实是从神而来的 犹太人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啊 因为一个蒙神使用的人 他必然有神所赐的能力 不应该只是用口说说而已 更应该有从神而来的见证 去证明神的真实 跟着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 保罗论到他的使徒执愤的时候 他说了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奇事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啊 你看到了吧 再一次让我们从这看到 行异能这个词 异能 保罗也同意啊 作为神所选招的使徒 是应该有从神而来的证明的 使徒头一样应该是 有个什么特征呢 啊 有什么特征和证明呢 就是忍耐 无论在什么任何的环境里头都能够持守下去 不气雷 不灰心 不放弃 好 另外呢 才是神迹 神借着拿撒勒 而且得到救恩的了 他们也经历了圣灵的喜 并且看见了异能 可是现在呢 却在犹太教的师父底下 啊 也可以说 教师底下吧 他回到了摩西的律法当中 显在他们身上 保罗因着加拉太人回到守律法上去 内心的不安 那真是比哥林多人行不道德的事情更甚了 今天 我可以警告信徒们 靠守律法仍然是许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危机啊 我们如果是回到人的宗教规条底下 这就比现在肉体的罪恶当中更加危险了 因为律法主义表面上是好像很光彩的 它激起人的骄傲之心 使人啊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行为去做成旧恩的功夫 但是最终啊 却夺取了人在基督里头所得到的自由 因此保罗就斥责这些人 其中一部分也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和后几节之内 好 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三章二节 经文这么说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那你注意了啊 保罗问他们 他们得着圣灵是因为行割礼和守摩西的律法吗 并不是的 乃是因为他们相信所传给他们的福音 有人为他们祷告 按守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得着了圣灵 并且说方言 那跟着第三节 圣经又说了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那么你是不是在尝试了圣灵大能和自由之后 又回到肉体的条例当中去了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第四到五节保罗就说了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留意到了 这里说圣灵的工作显然是把人带入受圣灵洗的地步 怎样可以得到圣灵呢 不是靠守律法 那是因信福音 保罗在这里把人领受圣灵和行异能两件事连在一起了 这些都是因着人信所听到的道而得着的 你听别人讲解神的道 然后只需要凭着信心就能得着了 并不需要你特别用力气 也不需要你大声的呼喊 这不是凭感情 只是凭听信了神的话 保罗这里的用词是行异能 跟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例子证明了 这恩赐是在加拿大教会动工的情形 那么另外一个普遍性的例子呢 是记载西伯来书的第二章三到四节的 那经文这么说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这些人是认识救恩的人啊 然而 他们的危机就是忽略 忽略 这里提到神迹其事 以及百般的异能 和圣灵的恩赐 因此让我们留意 神对福音所做的见证 是随着他大能的作为而来的 今天仍然是一样的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看 赶足乌鬼和行异能之间的特别的关系了 圣经每一次讲到行异能的时候 都会提到赶鬼的事 那举个例子来看看啊 约翰在马可福音第九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他说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行异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要留意了啊 耶稣在讲到奉他的名 行异能的时候 是指着赶鬼这件事来说的 那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那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类似的情形了 也是用类似的话来描述的 那这是腓利在撒玛利亚工作的事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到七节经文说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那么在下面十三节就讲到了一个名叫西门 是在这个城里头行邪术的 当西门看到腓利所行的 哎呀他很佩服啊 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三节记载了有关西门的几句话 那圣经这么说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喜就常与腓利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 就甚惊奇 啊 看见了神迹和异能 到底是什么异能和神迹呢 第七节就说了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这是西门所看见的异能 污鬼被赶出来 他们大声的呼叫 便从人身上出来 还有那些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瘫痪和瘸腿都是一些可见的疾病哦 如果他们能得了医治 那么人人都可以看得见了 不像我们身体内部有什么毛病 即使好了 也未必马上就被人看见的 但是如果一个瘫子或者是瘸腿的人能够被医好 那确实是一件大的神迹啊 也是有目共睹的 神在多年前向我启示 如果我们不断的传福音继续的赶鬼 其他就会跟上了 瘫子瘸腿的都会得痊愈的 前几年我就看到好几个瘫痪的得了医治 所以圣经在谈到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很精确 还有一个例子 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第十一节 那这里说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那我们留意非常的两个字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在早期教会当中 神借算是很普遍的事了 但这个非常的奇事 那必然是很不寻常 很特别的事了 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了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哎呀 这里描写的话呀 说了什么呢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圣经每次在提到具体的奇事的时候 总是提到乌鬼被赶出 这是神大能彰显的一种形式了 那当然了 奇事不单是局限于这一些的 好 我们再多看一些有关神迹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六到十一节 那这是有关耶稣变水为酒 啊 耶稣变水为酒的事迹 当时耶稣和门徒正参加一个婚宴 酒席之间呢 哎呀 酒喝光了 于是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 将水变成了上好的酒啊 六到七节 圣经说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哎呀 因为既然要变水为酒 那不如充分利用资源吗 第八节圣经就说了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用人把水咬出来 在他们把水咬出来 送到管颜席那里去 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头啊 水就变成了酒啊 这是神迹 是十分奇妙的事 然后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八到十四节 耶稣用五饼二鱼 喂饱了五千群众的神迹 当时光讲男士 啊男丁啊 就有五千人 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们 然而他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那么耶稣是怎么样对付 这样一个情形的呢 他做了一件事很简单 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经文说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原来耶稣做的是很简单啊 他只是向神祷告 为食物祝谢感恩 于是就开始把食物分开了 递给门徒 然后分派出去 鱼和饼都这样的传开去的 直到五千个男丁 加上没有记在里头的妇女和孩子们 全都吃饱了为止 而且还剩下了十二男子的那些零碎 那就是说啊 不但足够啊 而且是有鱼的 后来不久 耶稣又行了同样的神迹 以七个饼几条鱼 喂饱了四千群众 那这回的人数是少了一点 而食物分量啊 却多了一些 后来他们又收拾了七个男子的一些零碎 因此 这就给我们看见了 人数多 食物少的时候 吃剩的却更多 换句话说 工作越困难 越有挑战性 耶稣就更乐意去做了 然而 耶稣有始至终 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 那就是感谢神 就凭着信心 把食物就分发出去了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那就是耶稣做事是井井有条的 他吩咐众人 按照五十个人 五十个一排一排的坐在草地上 他们必须要整齐的排好了 坐下来 才可以得到食物 没有纪律的人 是得不到食物的 这也可以看为是属灵的一个真理 耶稣要求人要有次序 要有纪律 并且服从他的权柄 那这样 才可以得到他的供应的 那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的九章六到七集了 耶稣就用唾沫 赫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凤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你注意了 这里的形容是很生动的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原来一好瞎子的不是唾沫和那些泥巴 不是的 而是当瞎子 服从耶稣的话 按照他的话去做 去回应的时候 圣灵就做了人所不能做的事 使他得到了医治 过去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个瞎子 他从来没看见 他是生来就瞎眼的 但是如今他就看见了 好 下面我们要开始思想一个新的题目了 那就是关于恩赐的含义 关于恩赐的含义 我们先来看看新月圣经关于恩赐方面的教导 我们不是要去研究希腊文 而是要从原来的文字当中去发掘出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恩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我们了解恩赐这个词的正确的含义 我们对神的话语必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的 那因此我们会来看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 并且从新月圣经当中找出这个词的应用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而圣经的作者所用的词完全是正确无误的 当某一个词或者是字不断的重复出现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一条链子一样的 你可以顺着这条链子来看圣经的前后 接着追溯这个词的出现 而把它的意思给它串联起来 那这样我们就会更全面的看见神的启示了 看见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恩赐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 那就是说恩赐本来是从恩典这个词演变过来的 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恩典 是一个十分美丽的词 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大部分的书信当中 看见作者用恩典这个词作为开始的问安语 这个问安语通常是恩惠平安 有时候还加上怜悯 那其实这三个词的结合 他结合了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 犹太人和希伯来人的问候语了 这是一个结合 犹太人一般在见面的时候 都是以平安这个词来互相问候的 希腊人则是喜欢用一些恩典 或者恩惠有关的词来互相问安 希腊时代的信徒就把外邦人和犹太人所惯用的问安语 把它加在一起 于是就成了恩惠和平安了 恩惠这个词非常重要 作者称为恩典 我们会来看一些可以接受的定义 所谓恩典就是神白白的送给人的好处 给那些不应该得不配得的人 那本来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呢 是咒诅和灭亡 而不是好处哦 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咒诅和灭亡 而不是好处 也不是福气 那么关于神的恩典呢 我们必须要认识两个重要的事实了 首先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免费的 他不是能够赚取得到的 没有人可以赚取到神的恩典的 第二恩典是至高的 神有绝对的主权 随己意赐下恩典 他没有欠人什么 也不用向人解释 福音是神恩典的彰显 神就白白的免费的把福音赐给了我们 那大部分人的问题呢 是就在于我们希望做些什么 去赚取神的恩典 要知道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好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